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旧金山宣布开展首届排灯节活动 因虚假宣传司机收入来福车接受民事罚款 大选前夕主要股指全收跌 马斯克律师承认100万元现金抽奖并非随机 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在北京举行 中方在世贸组织起诉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 仲裁措施 紫连斯基表示已有1.1万名北韩士兵 被部署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普京会见北韩的外物像催善计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吴卓明11月4号旧金山报道 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里德于4号宣布 旧金山将建立新的市政与居民关系伙伴 将恩巴卡德罗广场改造成新的海滨公园 这也是他振兴市中心愿景的一部分 重塑恩巴卡德罗广场的努力 是布里德市长制定的旧金山未来路线图下的最新举措 这是一项全面计划 旨在通过将市中心改造成一个充满活力 用途多样 全天候开放的社区和目的地 来促进市中心的经济增振型 本台记者天霞11月4号旧金山报道 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里德宣布 旧金山首届官方排灯节庆祝活动 将于11月15号星期五下午5点至10点举行 这项免费且老少接仪的活动 将在班格拉伍和节拍夜市期间举行 市政厅将亮起粉色和黄色灯光 庆祝首届排灯节 这是旧金山首次正式庆祝排灯节 也为2024年班格拉伍夜市系列画上句号 该系列在今年的三场活动中 吸引超过3.4万人到旧金山的金融区 同时为印度和南亚文化 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和经济平台 本台记者天霞11月4号旧金山报道 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今天宣布 来福车已同意对其司机收入 做出虚假和误导性陈述 接受和解 和解协议包括支付21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和永久禁令 禁止使用虚假和误导性收入声明 投诉指控来福车广告 宣传全美司机可以赚取特定时薪 但并未明确披露 司机获得的报酬 仅仅是其原本的乘车收入 与来福车公司宣传的保证金额之间的差额 而不是在正常乘车收入之外 获得全额的保证金额 本台记者吴卓明 11月4号旧金山报道 人和总会馆主席蒋泽棉 于11月2号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张建敏的尖交下 从满任总董雷华清手中接过硬性 第二度出任中华总会馆总董 最近山法官冯曙光为蒋泽棉就任总董监事 新任总董蒋泽棉称 他十分荣幸在中华总会馆成立175周年之际 出任总董一职 意义非凡也令其倍感荣耀 作为乔社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上与乔社民密切配合 服务社区 争取乔包福祉和权益 促进社团团结和和谐 为社区繁荣昌盛 做出应有贡献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大选前一天 随着投资者为总统大选和本周晚些时候 联储可能的降息做准备 股市波动剧烈 显示出市场对未来道路的不确定性 截止收盘道指下跌250点 跌幅约0.6% 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均下跌约0.3% 其中道指一度下跌超过400点 而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全天涨跌不一 最新民调显示 两人之间的竞争仍难分胜负 这场势均力敌的竞选让投资者为选举日本身的波动 做好了准备 另一个影响股市的重要因素是联储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 由于大选会议将晚一天于周三召开 华尔街相信联储会主席杰洛姆鲍威尔将在周四宣布降息25个基点 尽管有迹象显示通胀顽固不化 就业市场信号混乱 周一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的律师告诉宾州的一名法官 其摇摆州100万元现金赠予活动的获胜者并非随即产生的 马斯克的律师克里斯·戈贝尔在周一的法庭听证会上 出人意料地承认获奖者并非通过抽奖随机产生 而是根据他们是否适合成为马斯克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公共发言人选出的 通常是基于他们的个人故事 戈贝尔并告诉法官 这场活动不符合彩票的定义 因为没有奖金可以赢得 尽管马斯克可能因为这起诉讼面临法律麻烦 但距离选举日仅剩一天 法官的判决不会对竞选产生太大影响 前总统特朗普周日上午接受ABC新闻的电话采访 当被问及是否认为自己有可能在大选中失利时 他表示是的 可以想象在总统选举中输给副总统贺锦离 特朗普曾暗示他唯一落败的方式就是民主党作弊 他已经为大选失利的法律挑战奠定了基础 民调显示特朗普和贺锦离之间的竞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 在七个关键的摇摆州 两人的差距均在一两个百分点之内 据Excel's周一报道 特朗普竞选团队正在做竞选的收尾工作 同时私下承认前总统可能会在周二的选举中失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本台消息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四号起在上海举办 为期六天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进博会举办前夕 在上海同参展商采购商代表座谈 李强表示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有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中国市场仍是各国企业的最佳选择之一 中国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推动电信 教育 文化 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本台消息 中方将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返补贴仲裁措施 起诉至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商务部4号表示 中方早前已将欧盟出财措施 诉诸世贸 虽然欧盟成员国政府 业界和民众等有关各方 提出大量反对意见 欧方仍发布相关仲裁措施 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额反补贴税 中方坚决反对 为维护电动车产业发展利益和全球绿色转型合作 中国决定就有仲裁措施提起诉讼 中方认为 欧方仲裁措施缺乏事实与法律基础 违反世贸规则 是滥用贸易救济措施 是继反补贴之名 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敦促欧方正视错误 立即纠正违规做法 共同维护全球电动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以及中欧经贸合作大局 本来消息 中国驻德国大使邓宏波 4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当中发表署名文章 谈及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 他表示 中方一贯认为贸易战没有赢家 保护主义是开历史倒车 始终秉持最大诚意 坚持通过谈判磋商解决分歧 邓宏波指出 欧盟委员会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仲裁结果 明显违背自由贸易原则 也未能解决中欧业界核心关切 保护主义做法只会损害欧盟消费者利益 扰乱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破坏欧盟自身绿色转型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4日在北京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邱叶刚南 举行了会谈 王毅表示 中日关系处于改善发展关键阶段 日方应建立客观理性对华认知 恪守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承诺 切实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以实际行动落实互为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重要公式 推动双边关系新稳支援 秋叶在会谈后 向媒体表示 双方就两国间的课题与合作进行了沟通 围绕中国因东京电力辅导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 而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一事 两国政府9月宣布以就中国恢复进口的方针达成共识 日方要求中方为恢复进口采取措施 包括广东省深圳市日籍男孩遇袭身亡案 中国接连以间谍嫌疑拘留日本人等 两国间存在大量课题 这些在会谈中也成为议题 中国四号宣布说缅甸政府领导人敏昂来 将与美宫和流域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起 在本周抵达中国 参加在昆明举行的地区峰会 中国是缅甸军政府为数不多的国际支持者之一 不光为军政府提供武器 还支持他组织新选举的计划 让这个饱受内战蹂躏的国家开始民主过渡 但分析人士称 北京与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团体还保持着联系 为对抗少子化 中国政府出台了各种措施 积极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 但根据中国民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 2024年的前9个月登记结婚的人数 较去年同比减少94.3万对 显示中国政府的催婚政策 仍不敌经济下滑 前景堪忧的现实 中国驻美领事馆近日更新 换发护照最新规定 新规将于11月18号正式开始实施 适用于16周岁及以上申请业务的 中国公民 申请人在中国领事APP提交护照业务申请订单 经审核通过后可预约时间到市领馆办政大厅采集指纹 市领馆将为申请人签发含有指纹信息的电子护照 以便申请人以自助通关方式入境中国 一架从俄罗斯起飞的安124运输机 4号上午飞抵珠海机场航展停机坪 这是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首架从境外直抵珠海机场的运输机 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运输机 当天下午苏57隐形战机和伊尔76运输机 也陆续飞抵珠海机场 其中苏57隐形战机是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苏57隐身战机的主要特点 首先就是重型隐身战机 最大航程4300公里 作战半径1200公里 据了解第15届中国航展 将于11月12号至17号 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 香港大学医学院最新的研究预测 从2023年到2032年 香港每年将有大约55800至57900人 缓抑郁症 每年平均带来超过25亿港元医疗成本 其中精神科护理成本开支 近5亿港元 港大医学院团队经通过研究模型 利用2014至2016年间约25000名抑郁症患者的电子病例数据 推算出这项结果 负责这项研究的港大医学院助理教授李雪表示 政府制定政策时应抑郁症对医疗系统的持续负担 针对高危社群包括青少年和健康问题人士 尽早提出及时的干预措施和长远规划 并针对男制型抑郁症提供早期干预措施 以节省医疗成本 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本台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4号表示 已有1.1万名朝鲜士兵被部署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 协助俄军将乌克兰军队逐出这一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区域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4号再度访问基辅称 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如磐石 德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大支持乌克兰的国家 承诺提供1亿7千万欧元紧急援助 协助乌克兰度过这个冬天 本台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北韩外务相崔善基 在会见开始前 崔善基感谢普京抽空与他会面 他并且向普京转达了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深切和真诚的问候 普京说 这一天是俄罗斯的节日 在节日中与朋友会面是一件很好的传统 他还请崔善基转达他对金正恩的最好祝愿 崔善基上星期五曾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举行外长战略对话 朝中社报道 这次会议是根据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全面扩大发展双边关系做出实际贡献的重要契机 西方近日指目前已有超过一万名北韩士兵在俄罗斯境内 并相信很快会被部署到对乌克兰的战斗区 本单消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号表示 他对北韩部队赴俄且可能部署至乌国冲突地区的相关报告非常担忧 他表示这一类部署行动将导致在乌克兰的战争出现非常危险的升级 他说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这场冲突国际化 他也再次呼吁各方为终结战争付出有意义的努力 另据消息 安理会4号召开会议讨论朝鲜10月31号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问题 联合国负责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的助理秘书长 以及安理会各成员国和朝鲜的代表纷纷发言 阐述各自的不同立场 以色列军队4号宣布消灭了黎巴嫩南部一名当地真主党指挥官阿布阿里里达 以色列军方说 此人负责策划和实施针对以色列军队的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袭击 并指挥真主党在该地区的恐怖活动 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地面入侵 并对真主党目标进行猛烈轰炸 以色列外交部4号表示 以色列已正式通知联合国将取消 自1967年以来 以色列与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组织 近东救济工程处关系的协议 以色列称联合国已收到无数证据 证明其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雇用了哈马斯特工 并将其设施用于恐怖主义目的 以色列还称 这个联合国组织已被加杀的哈马斯深度渗透 并指责其部分工作人员参与了 10月7号对以色列领土的袭击 以色列外长一直批评联合国难民属 近东救济工程处 指责这个联合国机构存在反以色列偏见 并指该机构通过维持巴勒斯坦人的 永久难民身份而使冲突长期存在 本单消息 南韩军方说 北韩当地时间5号早上 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 北韩从东部海岸发射一枚 型号不明的导弹正在分析数据 北韩上个月31号试射火星炮19型 洲际弹道导弹 韩联社说 北韩在美国大选投票即将开始之际 发射导弹 引发关注 北约秘书长吕特丝毫承诺 无论谁赢得美国总统选举 北约都将与其合作 并竭尽全力保持北约的团结 吕特当天在柏林与德国总理 舒尔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会与卡马拉哈里斯合作 也会与特朗普合作 我们将保持北约的团结 吕特一个月前接替斯托尔滕贝格 担任北约新任秘书长 韩联社消息 欧盟与韩国4号在首尔举行首次战略对话 签署建立欧韩战略安全与防卫伙伴关系协议 双方一致谴责朝俄 针对乌克兰的非法军事合作 韩国外长赵对列 当天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柏雷利在首尔举行战略对话 并签署了涵盖海洋安全 网络安全 核部扩散和裁军等15个领域的 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 英国政府4号宣布计划明年起上调本地大学生的学费 这是英国时隔8年来首次调整本地大学生学费 明年起本地大学生的每年的学费将跟随通胀上调 明年的学费将上调至9535英镑 英国本地大学生的学费已冻结7年 学费长期冻结 加上上届政府打击非法移民后 利润丰厚的海外研究生数量减少 预计今年将有近一半英国大学出现亏损 不过上个月的调查显示 只有9%受访者支持加学费 周末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执政工党失去对保守党的领先优势 是三年来首次 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16.11点 跌幅0.28% 保收5712.69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57.59点 跌幅0.61% 保收41794.60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9.93点 跌幅0.33% 保收18179.98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小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